在这里提醒您 记得将你的手机改成关机或振动 以利点一下会议的进行 谢谢大家的配合 以上 市场早 所有委会首长 媒体记者朋友们 大家早 演考会报告 今天5月18日 召开第207次市政会议 首先报告出席情形 应道人数39人 食道人数38人 其中您副市长公驾至议会 交通局局长公驾 由黄主任秘书代理出席 观光旅游局局长及地震局局长公驾 分别由副局长们代理出席 以上 恭请市长主持会议 各位同仁大家早 来风玩 我们都觉得结果有一种 选择的气味 这个比较轻松一点 所以我们每次来这边的主题 也尽量能够寻找跟土地跟人民 比较密切相关的 这些主题来报告 所以今天的我们的 这个专题的一个报告 是由农业局安排了 我们重大的 有关于新努农政策 其中比较跟农业 还有农民有关的部分 所以我们有待会两位 我们邀请的 少年农夫 和一些专业发展 很有成就的 这个我们产销班的一个 这个杰出的农民 有个我来介绍一下 马玉安 我们的 大甲区农会 杂粮产销班 也是中兴大学的 这个生物产业 积电工程学的博士候选人 那曾经被选为第一届 农委会的一个百大青年农民 那他这个对稻米杂粮的耕作 很有心得 是一种叫九厘米的创办人 待会我们会请他来加入 我们的讨论 那另外一位是郭隆华先生 他专长是 这个柑橘 还有柿子果树 是东市区农会的这个产销班 也是有参与 台湾安全高品质农业推广协会 这个跟我们王局长 过去在推动的 你们一起已经并肩作战 这个相当的时间 而且有效果 有啦 所以请你们两个 告诉我们 那待会专案报告的经验分享 那今天有提到这个农民青年加农 不是我这个加农 是加入这个农业 这个行列 另外一个是贤败传承 怎么样让老师傅 来杀这些想要去造训 务农的年轻朋友 因为我印象中我大概两年前去参加 云林农博的时候 那时候 苏智芬县长 他曾经这个讲了一段话 让我觉得 因为我来自农村 我就蛮震撼的一句话 他是有一个刊版 他上面写的说 大概就是说 我们的教育 我们的 后一代说 年轻学生要好好练书 才能找到好的工作 不然只能够去当农夫 意思是说 好好的讀書 不然继续留在这里 做事 很辛苦 早上就出门了 这个 这个 所以这些 这些观念其实是过去 我们的长辈们 也许他的一个生活体验 所以大家都往都会跑 认为都会代表一个 未来的机会 是一个实现梦想的地方 可是随着都会有一大堆问题 都会 很多的这个高楼大厦 但是你可能贫无力追 质地买不起 房子 那 潮到要死 可能最后 就是 空气品质不好 一大堆污染的问题 可能 赚了钱之后 这个钱在银行 这个人在天堂 又没中就对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价值观也在改变 那我们怎么样提供 青年人 以及呢 务农的人 一个机会 这个就是我在这些年是在推动新五农政策 这个包括 就是农民 农业 农村 农产品 农产品的加工 以及呢 这一个 农产品的这个 行销 这几个部分 我们都有整体的政策 但要落实到很具体怎么做 让大家可以愿意 就是留在 土地上 能够创造出 令人亮眼的新的时代 你们一种新的农业经营的一个模式 这是一个 那么另外呢 这个 来到丰园都会想到 美食 不只是庙东的小吃 最重要是糕饼 那我们这几天也在市政中心 还有在丰园这边的这个百货公司 有推销这个 我们跟糕饼公会 他们一起在推动的 就是台中糕饼节 还有太阳饼文化节的活动 那我还推出一个万斤的大的这个饼 免费分送这个民众品尝 还有千人的糕饼DIY 那呈现这个风源是糕饼的原香 那这个是 大家都知道雪花灾 咸蛋糕 绿豆碰 那我一直在推就是 糕饼其实是一个饮食文化很精致 它累积下来的 包括我们客家的新丁板茄 我们吃的很多 这些红骨饼还有各种的 那这个这么丰富的美食 有它背后的文化 的内涵 那糕饼已经来自农业 就是会有这些跟农有关的 很多的这些 可以说是祖先留下来的好东西 那所以我也一直在想说 要来打造一个国际级的高屏博物馆 那刚好我们要办这个2018的国际花博 让我逮到机会 我们也遇到石虎 就把这个后里其中一块40公顷的地让给他 然后我们另外去找地 那我想说哇太好了 刚好损失的40公顷 我们来找另外40公顷 就找了枫园的这个葫芦公园 可以来打造水岸花都 然后同时呢 在这个里面可以来 盖这个国际级的高屏博物馆 一个产业文化园区 然后让未来的枫园成为一个高屏 就是一个文化观光 很重要的一个圣地 那另外一个外埔 外埔有更多的水果 还有这些花卉 什么让他可以跟未来的这个高价值的 这一些花果的育苗 还有这些整个产销 能够出送到全世界 那后里本身就有很丰富的 比如说像金香葡萄 得到法国这个全世界评比的第一 那结合上这些 高屏是一个很重要的元素 我们必须结合 一个更丰富的文化内涵 那所以我又再推那个茶与饼 就我们的黎山茶现在是 就是台湾的品质里面是一百的 质量都很好 那这个加进来之后又结合上我们 风源东市过去三成的这个什么 我们的牧业 就产生了七亿 那这个表现在很多的茶饼文化里面的器具 这些东西都很多都用茶做 那怎么样把这个工匠艺术带进来 这个价值就不一样 这就是我们在打造的所谓的风源复苏心 这一块 他是以最好生活的 雷加十一住行娱乐 来这观光文化旅游 然后让这里也有产业能够创造就业 这个是非常重要 因为你要有工作才留得住人 他有赚钱他才可以消费 这个是良性循环 所以这个是一个部分跟大家分享 那办了这个国际花博 从2018办到2019 177天 那我们就在想说怎么延续 不要让这一些花博的这些 我们投资的设备 或者场地或者是一些 一些展览馆 就浪费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很积极 在争取 目前是由台北争取到 那因为他们也没有地方来办 我们跟这个就是台湾的 这个兰花协会 就是合作 希望能够让2020的世界蓝展 在台中办 那这个目前已经有一个方向了 大家都会觉得台中很适合 藉由花博投资建设 然后继续一直延伸到2020 的国际蓝展 在台中 尤其是在我们的北台中这个部分 那总之我是觉得说 现在讲说文创 很夯 台北很夯 一堆BOT案 我们台中真的是文创的好地方 你看我们的中区 一大堆老建筑被范特喜 把他重新改装之后 现在有些变得很好的 这个一些旅馆 另外像那个公园眼科 这展现纯旧立新的价值 那这些很好的文创 其实如果是跟土地在结合 其实是农创 农创是一个全新的领域 为什么 因为在结合农业农村农民 进入到土地 单单这个亲子活动DIY 那自己就是说包括农食教育 我们结合那个银行午餐 得一个补助 拉到这个去任养农地 跟农民互动 这个农 这个我们讲的这个 食育的教育 食安的这些教育等等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领域 就是说应该讲说农业 它的一个重要性跟战略性 长期被忽略 我们要从整个未来人的生活 这一个 就是说趋势来看农业这一块 这个价值是超过表面上的农业产值 他周边所衍生的 不管是我刚刚讲的这些武农 新武农里面的东西 我想每一个人都喜欢跟田园景色结合 那这些我觉得是 今天我们的报告非常有意义的一个地方 那么 然后我也同时另外在跟大家提到 就是说我们现在每个月在 就是阳明大楼开一次会 我请研考会 跟秘书处也去研究 我们可能也可以考虑去海线 去找一个好地方 也去那边开开看 当然要29区是很难排了 但是我是觉得如果是海线 我们也让我们的局处党都直接去那边开会 我觉得这个体验是最直接的 以上跟大家来做这样的一个分享 那我们就接下来进行专案报告跟经验的分享 谢谢 专案报告 专题名称为青年加农 咸败传承 请农业局王局长报告 市长 各位长官 各位同仁 各位媒体先进大家早 现在由农业局来报告 农业局负责的执行市长的政见 新五龙政策的第一项 的重要对象就是农民 我们农民 为最我们最重要最基本的对象 如何来做更好的协助跟安排 所以我们把这个名称定为 青年农民 加入农业 但是我们的 已经做得很好的咸败 要来协助他们来教导他们 因为 青年农民 加入农业是非常容易的 因为我们台湾的农业基本上是开 采开放的系统 就是任何人都可以来 从农 任何人都可以来从农 但是要找到好的学习对象 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 因为 农民有一个习性 他如果 种得好有赚钱 基本上他都会抗亡 他并不容易说 你来找我来问我 我就会教你 没有那么容易 没有那么容易 所以我们既然要把农民 青年农民带进来农业 那我们就要规划一个好的制度来协助他们 当然最近这个年轻人开始重视自然 重视环境 而且开始重视农业 已经成为一个世界的一个风潮 那在这个风潮底下 我们台中市 县市合并以后 从 南从大渡西 到大甲西 到大安西 和平 到环山 甚至到武陵荣场 都是我们的农业区域 所以我们台中市 的农民目前来说有 5万多位的 5万多个农户 那农民数 将近有29万人 所以这一块是我们非常 台中市非常重要的资产 因为刚刚跟大家报告过 我们台中市刚好有三条 大的溪流经过 那只要有大的溪流经过的区域 其实他说都是最好的农业区 所以也为什么会孕育 我们台中市的果树产业 几乎都是 不但很多都是全国第一 甚至在全世界都有非常好的竞争力 所以 这个是我们得天独厚的一个资源 我们应该加以重视 然后还好地把它花扬光大 那我们刚刚有跟大家报告 但是农业是有个隐忧就是 接棒的人 接棒的人 并不多 然后呢 如何有一个很好的辅导方案 让他们进来以后 可以在农业 成功的立足 我觉得这是我们市府 还有农业局最主要的职责所在 也就是我们 新舞龙政策的所谓 以农民为最重要的服务对象 这是我们应该要去创新 去把这个福岛的方案把它规划出来的一个重责大任 所以我们的规创方案里面 会分为几个重要部分来跟大家做报告 第一个 叫做青龙青年加龙的奖励补助的一个计划 那这个计划的对象是 我们锁定在 涉及在我们台中市 然后呢 他的年龄是18到35 基本上我们希望能够 训练的对象是 他还没有真正进入农业 但是他已经 喜欢农业 也决心想要进入农业的这些 我们台中市的青年朋友 当然我们会规划一些严谨的 这个筛选 临选的方案 那我们预计呢 今年 我们预计先 筛选50位的这个青年农民 来加入我们的计划 然后我们的辅导方案 就这个经费的部分 我们的目标是希望能够 提供他 一个月有3万块的生活津贴 然后可以持续12个月 那么这样总共合集起来的 可以补助这个 第一次加入农业的这些青年青少年朋友 他有36万元的一个津贴的补助 那为什么说是 限定为目标是12个月 主要是说我们台中市 以果树作物为 最具竞争力的一个 一个产业 那当然其他的 作物刮果类也有很好的竞争力 那你要学习 果树的整个栽培过程 通常他需要一整年的周期 才能够学习到整个完整的一个 一个栽培过程 所以我们出起的目标是以 能够他能够真正的 进入农业可以全心的来心无旁骛 不会再为生活 这个 担忧的情况下 全心来学习 有一年的时间来做辅导 另外一个 这个计划的另外一部分 就是说那只有 新进来的人吗 这样我们还有一些很大的一些 已经进到农业的青年农民 我们希望可以给他一些明确的 辅导跟补助 所以第二个计划是 已经在从事农业的 然后他也是当然是涉及我们台中市 而且他的农场或农地 是在我们台中市的辖区里面 那这一部分的辅导对象 我们就年龄换 换到18岁到45岁 那这个45岁也是 预计联合国的最新的定义 联合国最新定义是 45岁以下 都算年轻人 45岁到80岁 算中年人 85岁以上到100岁才算高龄人 现在是联合国的新的定义是这样子 所以45岁以下都算年轻人 那我们这个就是会采用 企划案 补助的评比补助的方式 因为他已经进到农业了 那他对农业已经有经验了 他必须写出 他形容的一个 详细的未来规划的一个 发展的企划案 然后我们来 来严谨的来审查 甚至我们会请 这个专家学者到他的园区 去做实地的访查 然后我们初步的规划是希望能够 有 筛选出 15位的优秀青年 那我们一次可以补助他所需的农业 制裁 或者农业设施 可以最高可以到80万元 希望 从经费上实质的来 辅导他 来帮助他 那当然 这两个方案好像看起来都是用钱来 推动 其实不是的 因为我们有规划后续 非常好的一个辅导的方案 接着我们开始建立 我们台中市的所谓农业 贤败的辅导团队 我们刚刚有讲 你只有钱辅导他 其实他 让他就自己去 到处去找一些 要学习的对象 其实这样是效果不好 而且 那个大家做出来的 这个 所谓的标准化 就会 有很大的奇异 那我们是希望 把我们台中市 的很多已经非常 有经验 而且有成功的经验的农业达人 我们把他找出来 然后 也跟他们沟通 希望他们能够有这样传承的热忱 来 来那个辅导我们之前 的这两个对象 一个就是 刚开始要加入的 这50名的青年加农的对象 还有我们 有机会补助的青年的农民 希望我们这些农业贤败 可以来 答应来教导他们 协助他们 那我们也有安排说 那我们这些农业贤败 因为他花了时间 花了他的经验 所以我们希望 每隔月可以给 这个农业贤败有 辅导津贴 他如果 辅导一名 我们就给他5000块的这个辅导津贴 类似一点意识 然后讲师会 指导会的意识 那 所以 我们的辅导对象 也有了 那接下来 我们就有 再规划一个养成策略 包括我们现在 已经开始在进行的 所谓农民大学堂 还有我们的专业研习班 还有我们即将接牌的农业章老师 还有我们的咸拜农场的实习 我们的规划是 做中学 就是我们这些新进来的农民 我们希望规划他是三分之一的时间 是上课 但是三分之二时间 是到所谓咸拜的农场 去实际跟着咸拜 实际动手操作 跟着他学 那我们的养成策略会是这样的安排 那像农民大学堂 我们从 一上任就开始办了 到目前 已经有1745个人士来参加了 这个是有受到 大家的欢迎 甚至我们也没有限台中市民才可以参加 中张头的农民 甚至更远的农民 他想要来参加我们的农民大学堂 都可以 这是我们办理农民大学堂的一个盛况 那专业研习班就是针对我们台中市的重要作物 譬如说柑橘 瓜果类 茶叶 蔬菜 我们已经陆续在开班当中 那目前已经 从1月到4月也有1353人 已经参加了这样的一个专业研习 未来 这些我们新选进来的辅导对象 他就会搭配我们这两个训练研习的课程 来进行 他的一个专业知识的养成 那 可能大家会有 那之前上过的怎么办 其实我们之前上过的课都有把它 录影录音下来 录影录音下来 可以用这样的影音的 的传播 是没有问题的 这是我们的专业研习的进行的课程的内容 那 接着明天我们会有一个简单的接牌 就是所谓的农业张老师 因为我们我在想说 农业局的办公室就是在5楼 那在1楼的联合服务中心那边 原来是没有一个 一个单一的服务的柜台 那我就跟我们的联合服务中心争取 希望在1楼我们就设置一个单一的窗口 我们把它定为农业长老师 在农业上 立即随时 只要农友有需要 我们都可以行动服务的这样一个 一个想法 来设置这个农业长老师的一个 专一的服务的窗口 所以他服务的对象 包括我们刚刚报告的青年加农的 农民跟我们补助的已经进入农业的农民 然后包括全台中市的农民都可以 甚至彰化蓝头的农民 有要来协助我们 来找我们协助也可以来帮他 所以这是我们一个 未来单一的服务窗口 这个是在我们一楼进门口的右边 就有一个农业张老师的一个单一的服务柜台 那后方就有一个类似咨询服务的 的一个 简单的空间 未来我们也想 规划类似那个医院有专业医师来注诊的方式 来 来固定的时间 那大家有类似的问题就可以把他的 sample把他问题带到这边来 由我们聘请的专业的专家学者来做立即的服务 农民如果有需要我们的专家学者到他的园区 现场去做诊断服务 那我们也透过这个平台来做安排来做联系 像这个 请 我们这个是我们 那个农业顾问蔡冬算教授 其实他都已经开始在动了 都已经直接到现场 农友有任何问题 作物有任何问题 我们到现场去做诊断服务 会更直接更有效果 未来我们会透过这个农业张老师的平台 来加强这方面的服务 那所以这整个计划的流程 其实是我们规划是环环相扣的 譬如说 新进来的农友 他接受了我们的辅导训练以后 未来他就会成为我们优良的 已经在从事农业的经理农民 然后我们再透过我们的 企划案的辅导补助 未来他有可能变成我们的贤败 那这三个角色的这样的互动 我们可以透过我们的农业张老师 这个平台 来做一种密切的 这个 协调联系 让我们的服务的能量 发挥到最大 所以这个一个计划的实声表 我们也都规划出来了 我希望能够在 今年已经 到过了一半 我希望今年下半年就可以 确切的来把他推出来 来实施 这个实声表我就跳过了 后续的辅导 包括 他 他 学成以后 据说我们一年以后 他学成了 其实我们也要加强他后续的辅导 他才有可能成功创业 譬如说 在持续上的技术的指导 跟他遇到问题的解决 包括说他农业用地的转介服务 我们现在发觉 有很多年纪大的农民 可能80岁了 可是他一辈子照顾的农 农园 他的果园其实照顾得非常好 但是他苦 传承 没有人愿意进来接他的果园 那我们这边 我们这些训练的学员 就可以我们来做一个转介 来 把他承租承接下来 如果让他这个果园荒废 其实是非常可惜的 包括他后续的农业劳力的需要 我们可以来做一个 利用这个平台来做转介服务 到他后来的产品行销的推广协助 这些都是我们纳入规划 要持续来辅导的一个工作 那 未来呢 就是希望能够让这些 我们所辅导的青年农民 真的是可以在农业 立足 安生 立命 然后成为我们台中市 农业传承的中间人力 那 我们之前 其实也有辅导过很多成功的例子 所以我们觉得青年人进入农业 年薪百万不是梦 所以我们朝这个目标来前进 那 市长也有看到农业局 是非常重要的 那 检讨过去的作为 从经费面来报告就是农业局的一年的经费 是大概有20亿 可是呢 其中有15亿 是用在农保跟老农津贴 就是 其实剩下大概4亿多到5亿 才可以做一些业务的辅导跟发展 市长也有看到这一块 所以市长在证件上也说 希望能够 编列 每年编列10亿元的农业发展基金 那我相信如果 获得议会的支持 那我们有这些资金经费的益助 相信我们农业局会发挥最大的能量 把我们台中市农业把它好好的发挥 让农民赚钱 他们可以生产出安全高品质的农产品 来给我们的消费者来享用 包括 我们未来会推 这个海线的 杂粮作物转作 器做 器梳 那把这些非基因的杂粮作物 来连结到我们协同的营养午餐 老人工餐 食物银行 这些都是我们 很重要工作 我们未来希望能够全力来达成的 以上 简单跟各位长官报告 请多指教 谢谢 谢谢 那我们今天有两位邀请来的农民朋友 看 哪一位要先分享一下 那就一来你这边 你自己当时整个 就是 投入农业的 当然 算是一个 一定有很多的经验可以给 接下来要投入的人 另外一方面是你建议我们 市府可以做些什么事 来唱 市长 各位长官 第一次见面 然后 各位 前伴 还有我们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马玉安 那 我已经从事农业工作 这个是第七年 虽然我看起来很年轻 可是 我的确在田里面种七年的田 这个Google的道 那我不要讲是 当然 刚开始我们在种田的时候 比较 比较没有这种资源 的确是蛮缺少这个 这个 政府单位 或者是 或者是各方面的这个 这个机会 所以 其实还蛮坎坷的 我们第一年在种的时候只种九犁 所以刚刚市长有提到我们的九犁米 就是九犁 非常小不到一分地 那 那当然今天我们其实我们的 水稻加小麦的整个产季 我们其实已经超过九甲 其实 是一百倍的成长 那样子 那当然这个除了 就是在这几年有食安风暴 或者是 这个国际局势 一个慢慢的一个调整 还有 大家对这个东西的重视 所以我们有这个机会 那今天非常高兴就是又听到农业局这边有这样子的计划 我也很兴奋 因为 这个 对青年农民来讲 除了土地 资金 还有社会价值观 这三种这三个事情在整个 国际上都认可说 这三个事情是最大的阻碍年轻人回来种田那样子 我们自己花了很多时间 去想办法去取得这个土地 因为都是要租的 没有地可以种 信任关系不够 我们怎么样要想办法这个事情 当初我们 刚开始酒梨 是这个 祖父留下来的酒梨那样子 剩下的我们今天所有的地全部是用租的 那这个 当然 未来也是 年轻人投入这个农业的时候 他相关的配套也在这边 我刚听这个 局长也讲了 我讲非常非常好 因为的确就是非常大的困难 我们找不到地可以种 我很想种田 我找不到地可以种 那资金的部分这边也有提到 所以我也很开心 我应该可以申请 社会价值观 来自于内在和外在的 的一个感觉 当这个 薪水有3万块 比22k厉害的时候 我相信 这个也是一种价值观的彰显 就是 我不是一个 贫穷 可怜 年轻的农夫 我是令人称献的 这个生活态度 这个是我们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那活得比别人好 安身立命 这是我们想要做的事情 所以 我们也希望说未来 这个 各样的这个在台中市 这么大的一个 有销售 也有生产的基地 我们有 我们的腹地很广大 有很多市民 可以吃到这样子 安全 高品质的农产品 可以从我们自己来生产 这个我们是很希望这个事情 我我种小麦 我的小麦 墨成白面粉 那白面粉在 很多区域都有 都有用上 那我刚刚听市长讲那个糕饼 不知道有没有机会 我们 我们糕饼可以用我们自己的小麦那样子 我也是希望这个可以推动 可以 价钱是比较高 可是 比较不会受到国际局势影响 也比较不会受到时安风暴影响 因为这个生产到销售 这一条 这一个 加工 这些东西一条龙在这个 在这个 都可以看得到 可以得到监督的 那我想这个市民 还有这个 不只是市民 全台湾的这个 这个 这个 老百姓们 应该都可以有这个机会 享用到我们在地的小麦 那样子 以上是我的报告 谢谢 谢谢 当然 待会可以再 再问他们一些问题 不过就是说你是无私自通 还是你是 这个 阿公 老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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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这当然也蛮好奇 你当然现在也符合我们可能第二 像 看起来你还没有到45岁 未来当然也期待这些 一定无私自通 自己出塞 但是如果经过一定的合作 未来可以做贤拜 有时候 也不一定贤拜就是很老 其实贤拜是达人 生活的达人 生产的达人 我是觉得是这样的一种敬业 的态度 对自己做的工作 自己有品质的要求 其实这种价值观 如果深入到每一个人 各行各业 你看到不管是日本或德国 很多人家的工匠 技艺 就是这些 只是一个做豆腐的 我怎么做 也是这个 所以我是想说像社会局 也是尽量的我们来看这种 这个城市里面的 我们 我们应该做台中的这个生活达人馆 就让我们 就嘴 可能我们长辈们 他们 其实非常好的 这些 港湖 但是 我想不只说在种 这个栽培果树里面 要怎么去照顾跟小孩子一样 那 甚至是一些 就是说 生活上的智慧 我觉得就值得 值得被记录跟登录下来 所以我们在社会局在做那个托老托幼 只有很多终身学习 很多常青快乐学堂 其实可以找这些人 去分享 把他做成影带 甚至是把他登录下来 我觉得是会很丰富 只剩一点 让我们的一些长辈 现在刚刚 那个王局长讲 80岁 才算是 80岁以上才算老 老年人 那 所以这些 15回就退休 70回就已经在家 不是在看电视发呆 就是可能好像觉得我在数 数日子 这些人都能够把他的人生里面的经验 跟智慧分享出来 更何况还有用 那我觉得这些达人 是我们未来要特别来 让他有机会 让自己觉得存在很有意义 而且可以帮助别人 这一点 当然刚刚有提到一个是 我们一直在推这个 所谓新武农政策里面 其实也很重视在地食材 地产递销 这个不止农业局 这跟我们的卫生局 还有教育局都有关 所以刚刚有提到 怎么样我们 除了在地食材 我们鼓励 那些非基改的食品 就是我们能够种一些 不管大豆 黄豆 或是一些各种的 这一些非 不是基改的 是在地 那我们如果透过农会 跟农民能够弃作弃收 然后不只是把他提供给营养午餐 有些可以磨成豆浆 给他们喝营养 然后或者是说是 那个 可以有生鲜的蔬果 另外就是老人共餐 在社区这一块的供给 以及食物银行 我们有很多的 就是接受我们在协助的 这一些进贫户 或边缘户 所以我是觉得 如果这个农业局的这个计划 所努力出来 怎么样让他能够产销 能够一条龙 那可以卖比较好的价格 那说不定这做成糕饼 我们可以标榜 他的食材是来自在地的 我们这个 怎么样的一个地产地销 那结合起来 其实这个 这个 这个食安以外 其实有一种 教育文化 非常大的价值 那这个如果也能够把他 带进来 我觉得也可以增加我们台中高饼 的特色 这食安的部分也很重要 像我们最近这个周末 很多的这个 这个 公民团体会上街头 就是希望说政府应该 拿出对策 来就是说 不要去用这些基改食品 尤其进入让我们 年轻人 学生的那种 能够 能够能够管制 那这个都是一样的价值观 而且是最后这个价值 会变成价格 是 是会让大家因为吃健康 吃安全 所以反而是 就是说相得益彰 可能就是变成 这种的糕饼 在市场上也会有一个价位会出来 这个是我 觉得非常有意思 所以赶快先补充一下 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请这个 那个 郭 我们郭先生 荣华兄也来分享 谢谢 市长还有各位长官 以及媒体先生 你是大家好 我是郭荣华 当然这个农业这个漆块是长年的 以前人家说千山乱水 我们人只是过客 短短的几十年 那我们当当时的时候我们会成立这个安全协会的主旨 就是说 把这个好的土地 不要去破坏到他 不要让他去受到污染 我们把它 做出 高品质 无毒 安全的水果 那是当时后我们跟蔡老师 还有我们王机长 我们大家把它 组成这个协会 那几年下来成果就看到了 刚刚机长讲的 百万年薪不是梦 一分堆土地种小番茄 就天国收一百万 一季不是一年 还有我们这个果树的 有外销像这个茂骨干也是一样 三分地人家也收一百万 也是协会里面辅导出来的 所以说 陈盟市长 这次那么关心我们农业这个七块 我们农民大协堂已经搬到市府的 五楼会议厅 所以说也是希望年轻人来接 我差不多六十岁 在农业这个方面来讲我还算年轻人 也是希望更年轻的一张白纸过来接 不要说你过去 外面混得不好要回来是怎么样 最好是一张白纸来接 那我们教育他的话可能会比较快 像刚刚机长讲的最好的人都会放薄 他不说 那我们协会里面是不可能 只要我会的 我当志工一定教你 OK 所以也是希望说年轻人年轻学职 毕业外面工作 不好找 回来 我们乡下 自己的土地也好 还是跟他做都没关系 只要有那个心要回来学习 我相信 我们学会里面都会很认真的去辅导他 那 也很陈蒙市长 跟我们机长这个计划 我看了以后 有啦 有 有钱可以 可以说又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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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可以学习 是相当好的 我想我 再年轻一次的话我也要来参加 谢谢各位 谢谢 我是建议同仁有空都去看看 其实台中真的很丰富 但各局处有时候业务 都 很多 其实多 去接触我们的农民 是 台中 我是讲说我是走也是在千山万水 在台中这样子 的感觉真的是 只要你接近土地 那种 那种 丰富 那种快乐 那就是很多农民在帮我们维护 这样的一个环境 所以非常感谢 刚刚也确实提到 这个 其实我们 这个结合 我们通过王局长 透过各位是有连结到 在台湾 这些年已经在推动 所谓的 安全高品质的 这个农业 这一群人 那 这个是很重要一个包括蔡冬传 教授 他是被奉为 现代神农 真的是 每一个果树 或者是他他去看了之后 都知道怎么样让他成长得更好 这已经 化出 很多 涂脂涂涂涂 已经产生了一个社群 这个力量已经跟我们的农业 张老师结合 所以我相信 台中会成为全国也许在这些农业的 高品质安全的 推广上 一个很好的一个一个重症 那也确实就是百万 高年薪不是梦 刚刚听他讲是一记 一块不大的地就能够有那样的一个产值 这个其实也 我们这一期的那个 台中好生活 也有报道到 新闻局的那个刊物 所以我觉得这些私讯看怎么样整合 能够 因为我刚刚看这里面 有时辰那也都很紧 所以在宣传上 可能新闻局要多多帮忙 让更多的人知道 最重要是要成功的故事 如果能够这个部分的话 那是 我相信 一定会引进非常多的人才 那这个跟我们在做 災星计划 比较针对另外一个轻创 我觉得这个是农创 的部分 应该把它再拉高 然后再就是 就是这个重要性 事实上是一个很很大的领域 好 同仁们有没有什么其他要请教他们 欢迎或者是分享彼此 来来来 黄秉市长 市长 副市长 各位社长 大家好 还有 两位 那个 马先生跟郭先生 因为厂长在讲 讲说目前台湾的水果 都很甜 很甜很甜很甜 甜到 比我们小时候 像我也是我国中第一届 以前没那么甜 但是现在的包括那 凤梨 还有西瓜 甚至什么都很甜 我听说很多人都灌了很多糖精 因为 这样灌就比较 比较好吃 但是我觉得 大家感觉说那么甜 已经超过我们 所以能够负荷了 那这个 第一个要 这好不好 第一个 那第二个要怎么去防止这个问题 或者说要宣导 就是宣导 农夫怎么去做这种事情 我觉得这个是品质的问题 那也牵涉到我们全台湾 吃水果的人的一个健康 这第一个 那第二个 还有像那个 比如说以前常听说 脸部 脸部就要叫什么好泥 灌在水土土里面 然后 不会长虫 或是不会有病虫害 然后假如说你没有好控制好 可能我们在 市场上就吃到这种 有 有那个药品 蝉饮的这种水果 那这个 我想这个也接着到我们的农夫 或是果农的那个 他的 道德 但是这个好像也常在 听到很多这种事情 这个可能 当时就关这个 那你怎么还吃 还有那个玉米 玉米也一样 所以很多人都不敢去吃 不敢去买 照常说我们现在台湾很多人 假如能够吃自己种的话 就当然 尽量去吃自己种的 要不然的话 大概都很怕 很怕说 吃到的东西都是有 含有这些 农药等等 这些 可能这个部分 因为两位是专家 所以 也是让我们示娱一下 谢谢 这 这个 请 先回答一下 这个最能回答是我们王局长 你可以问 他们这一群人就是 这些年来就是要回答你那个问题 我们先请我们 龙阿修 请 谢谢 刚刚这个问题是说 会怕有毒的东西 为什么东西会那么甜 有的 有的东西真的是加工 因为 像以前 有一次那个桃子 有没有 他是用 藤丹 下去洗的 那是加工 其实我们认真的去种植栽的话 本来甜的就是甜 水果 酸的就是酸的 像我们台湾人 喜欢吃那个桃子吃甜的 欧洲人他不吃甜的 所以他们就是产一些不溶子的东西 有没有 那个桃子 属于不溶子 像我们目前这个红衣 他也是不溶子 所以他的甜度不可能会比我们水蜜桃系 那么甜 其实甜度本来就会有 你说用用 用糖丹 下去 那不可能 那不甜 一个单糖 酸糖不一样 吃下去以后他变酸的 所以说这个部分是安心 就是国人喜欢吃甜的 农民才要种甜的东西 你如果像欧洲人他吃酸的 甜的他不买 所以这个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说农业本来就是一个良心事业 我东西做了 我不买 我老婆 我母亲 买买就像我们来试试了 所以这个是一个良心事业 如果真正要经营这一块的话 那就好好来上课 味道 黑到白 不要把他去听人的病 放什么东西 都骗人 回来这边上课 我们五楼这边的 回来这边上课 相信会从头到尾整套东西交给你 可以是这样 因为你们吃的东西我都很爱吃 真的是酸甜都有 这个 那个王局长 你就是因为这个问题很多人的关系 你就重点回答一下 是 关于这个水果太甜 其实我们的农政单位有点责任 因为农政单位是办 包括农会办了很多的 评鉴 但是评鉴 有时候他们在分高下的时候 甜度 他都把它当成很重要一个指标 所以这个也是会让很多农民 他的目标就是 要做比白人更甜 但是其实这样 我们认为是不对的 的 观点 水果就是吃他最自然的风味就好了 所以有时候在 评鉴的指标里面 我们会去来调整 来调整 希望农会还有一些办评鉴的单位 能够 导正我们消费者的观念 不一定什么都要很甜 因为 太甜就是会糖尿病 那其实 那个你说喷什么东西会变甜 那是不对的 因为果素他从根系 从表皮吸收任何的营养分 都有他一定的生理作用 其实他主要在 主要你管理得当 叶果比非常好 然后 自然而然他就会产生甜度跟自然的风味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在 上课过程当中一直在 来传递给农友的观念 那包括说刚刚谈的农友 有一些乱用制裁 这个也就是因为农友 像我们刚刚讲的 农友进来农业没有筛选 任何人都可以来做农业 那如果我们在沿途不强 加强 这些教育训练推广活动的话 那有可能一百个农友 他会种出一百种不同的 品质 风味跟安全性的东西 因为在前面就没有去做一些把关 做一些辅导 标准化的动作给他 所以我们农业局现在一直在 加强这方面的工作 希望慢慢导正大家的作为 那这样的话 慢慢把我们台中目标就是把我们台中市的 安全农业链 整个把它建构起来 那今年度先从 杂粮转座的大豆开始 那未来慢慢纳入 蔬菜 水果 都把它纳进来 那希望我们 这整个台中市的农产品 都不会让大家担心 每一个都是安全高品质的 的一个产品 以上报告 好 最后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或想要分享补充 来 我们 研考会 柳次卫 可不可以麻烦那个绿安 再跟我们分享 也就是说因为那么年轻 就已经 从事农业有这么好的成绩 可是我想当初投入了这个 那个决定 那个心路历程 这几年走过来 可不可以稍微再跟我们 多分享一点 另外就是说在您这个 这几年的过程中 从一个年轻农民的这个立场 你看到了我们现行的农业政策 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不欠中央 也不欠地方 就整体台湾的农业政策 出现了什么问题 谢谢 不好意思 跟大家讲这种 不过我们讲我们的 我们的 比较不一样 我们是第一代的农民 没有继承就是家里面的 就是农作经验那样子 所以 当人家问我说为什么敢种田 因为我们小时候 没做到 不要说 不怕 不怕 如果这小时候有做可能 就很害怕那样子 但因为我们小时候没有做过 所以我们就不太害怕这个事情 当我已经有足够的意志力 还有 足够的体力 来面对这个 这个农业 那个时候我已经长大了 我已经决定我想要做这个事情 我们 我和我哥哥做农创业这个事情 那样子 那当然跟其他创业都一样 他慷慨前面都是艰辛的 我要面对 很多人的批评指教那样子 那你知道年轻人其实坦白讲 我们 不太喜欢人家 不太喜欢人家指教我们 有一种傲气 我想 这个 这是一个过程 也是我们在田里面 去学习跟那些 这个比我们年长的自身农民相处 那我们也觉得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 其实 这现在讲的是很轻松的在讲 可是在田里面的时候 我记得我以前 我们在去年 还没有在大甲区拿这个 稻米比赛冠军的时候 其实大部分的阿伯骑摩托车到我们的田旁边 他就会 他就会讲说 炒不快靠靠靠的 不快抬背了 下了很多指导棋那样子 那有时候到一个程度 我爸爸还问我说 你是不是要弄一下 不然那个谁谁谁 在讲那样子 影响到我父亲的 我父亲他 他没有 他 给我们很多的尊重 那不过 这个其他老农的 这个指导也影响到我父亲的 那我也 当然就 这个是一个过程 就是 所以我想 这边有一个跟前辈学习的过程很重要 就是 那个不见得可以学不是好像学校上课一样 就 提获灌顶 他把功力全部给你 我想一个更重要的过程是 就是 跟他互动 我们在大甲 在刚开始在种田的时候 的确有 有一些农民 他愿意 有一些长辈 他愿意教我们这个事情 所以 还有我自己在中心大学 农学院 所以 的确 我的资源 丰富一些 也认识 当初的王老师 不是王局长 那时候是王老师 也认识 所以 的确就 比较容易跨过那个门槛 那我们今天我们会讲一个事情 就是 青年农民 我发现了 青年农民 我们在全台湾这样子认识这些青年农民 我们发现 其实青年农民 因为网记网路的使用的关系 所以 那有企图心 所以 大概用一两年之间 他很快的可以改变他的生产 还有他的销售状态 那他就解决这个事情 事实上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你大部分你现在农业新闻 在讲青年农民说 你会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形象感 那我们要问的是 那他后面是什么呢 我们 我会这么讲 我们后面的 应该是学习怎么样在 这个农业群体 或是跟社会 有一个比较强烈的接轨 过去农民缺乏 这样的一个 这样子一个 连接 以至于社会对农民的工作 产生很大的误解 还有农民和农民之间 有这个 这个 互动的过程也不是那么好 那所以 我们很期待就是 当然这一并回答好像两个问题 就是 那个 那个历程 我们其实学的最多的事情就是怎么样跟人家互动 就是怎么样在田里面 跟人家互动 那有互动以后才会有 土地可以 可以租给我们 有互动的时候我才知道那个资财要去哪里找 我才知道从 这个 这个课本上面告诉我的 的 道座啊 或是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 他要用什么制裁 我要去哪里买得到 我想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那将来 我相信在这个政策里面的时候 我刚刚也提到就是 年轻人 因为我们现在的年轻人 从容 非常非常少 全台湾大概也不超过两万人 二十岁到三十岁之间不超过两万人 那样子 那 这个会是一个很大的压力 因为我们的资源是越来越多的 我们的品种 我们的 勾取啊 还有这些 产销啊 过去累积的很 几十年的这些东西 甚至新的品种一直出来 那这些都是需要有年轻人来做管理 那样子 那年轻人怎么样管理 因为人越来越少了 所以可能 一起合作来管理 好 这个才会是未来的重点 就是未来 如果在政策上面有这样子的 助力的话 可以 有青年农民的群体 或是这个群体有产生 他比较有系统化 比较有效率的来管理 现有的农业资源 那我想这个也是比较 比较好的事情 也将来也比较不会 因为疏于管理就产生很多环境的破坏 我想就是在这个地方 给我一点浅见 请大家知道 谢谢 有机会大家再请教了 我想就是 我在做几个财事之前 我就是自己的经验分享一下 我当时认识这个 台湾安全高品质农业推广协会 是当然有一些机缘 就是说 我们刚才回答一个问题 就青年人他有些新的观念 其实可以注入农业 一种 就是 创意跟活力 不是只是青年在学 其实青年这个世代的价值观 跟他们的一些特色 比如说网记网路的行销 就很多东西还没有中 就已经被 卖光了 所以就是另外一种产销的通路 或者一种 逻辑 那这个引进来 其实对整个农业是有帮助的 那有一些老农民 有些观念是 是 就是多输 而不是多赢 刚刚讲说 很重用农药 这就是我们安全高品质的农业 我们希望 是要能够把它改变 你农业用了多 第一个也花钱啊 也上升啊 土地未来也有一大堆问题啊 然后最后量一堆价格也不一定好啊 所以 这样的观念恶性循环 我们有看到问题 所以 翻转回来说 我们怎么样减少农民的农药的使用量 然后你这样就不用花那么多钱 在农药的采购上 可能呢 土地啊 你怎么让它肥沃 我去吃过这个就像虚的 上面这个做火龙果下面有生姜 我们的这个 在新社那边 或者有一些 有一些农作物像那个番茄 那真的是 品质非常好 我想那个根本就是供不应求 还没有收成搞不好都已经被定光了 那为什么就是说 这样子的一个观念的改变 不但对农民好 对农地好 对农业也好 最后是 其实是百万年薪不是梦 他是有一个循环 我觉得这个部分 是很多人的努力 那我们怎么样把这样的系统 来帮助更多的 入门的人 那其实年轻人有他的主体性 他自然会发挥他的强项 所以这个所谓贤败 倒是 当然 很杰出啊 一出塞后可能 工夫还好 所以我是想说分享这个观念是因为 我们现在在推动 其实大家都很重视 食安 这个发展刚好是现在对全安全履历 食品的安全的整个重视是结合的 所以刚刚那个王局长在讲说我当时就诉求 现在也也知道说我们的农业发展基金现在在编列 每年10亿是需要的 是需要的 这里面很多的项目啊 除了对于整个创新农业 的一个推动 有很多的 这个 武农里面 可以着力的包括当然这个青年加农 咸败传承这个计划 好 那么时间的关系 我实在是很想多听一点 但是 我们也有其他的议程 我就做几点 归纳 那就是由农业局所规划的青年加农 咸败传承的计划 是一个很周全可行的辅导方案 那以师徒制来培养新进的农民 并引导新技术发展精致农业 这对青年加入创新农业的运动 非常有帮助 也对我们整个未来的这个 安全高品质农业的推广 会注入这个 一个新的力量 那么以下几点的才是 第一个 就善用本市的农业优势 提升其竞争力 那本市是农业的重镇 跟地面积超过5万公顷 农业人口 约有29万人 农产品的种类繁多 包含高山到平地 温带到热带 品质优越 多项产品更是全国第一 所以请农业局 金发局和教育局等局处 从学校教育 连接到农业政策 以及本市整体的产业 政策 做跨局处的规划与协调 才能够让本市的农业发展 能够向上提升 第二 给年轻人参与农业的整套 规划与辅导 就是引领年轻人进入农业 接棒农业是非常重要的政策 那农业局所规划的青年加农 弦败传承计划 是一个好的开始 但这些年轻农民 未来学成之后 仍需要持续的加以协助 如用地的取得 资财补助 产品行销等等 甚至包括 就是一些 就是进一步的贷款 扩大他的一个 一个一个产销等等 都请农业局能够尽早来纳入规划 第三个是农业张老师的设置 目的是在运用单一窗口来协助遇到农业问题的农民 是本 府的新的创举 那么 这个部分 特别值得嘉许 未来在请农业局也思考行动版的农业张老师的可能性 让这个农业张老师可以下乡到各区农会 还有重要的农民聚会所 来主动的服务 未来跟农会 跟农民的一个进一步 能够做更紧密的结合 第四点 就是青年加农贤传承的策政策规划 对台中市的农业发展 甚为重要 请新闻局协助宣传 那期待更多年轻朋友可以加入 就是农创的运动 来落实 新五农的政策 那么 好 我想这几点才是 连同我刚刚讲的 对农业发展基金的规划 还有这个有关于全安全 这些农产品跟食品安全的一个 建立 等等 都就是能够加强来推动 这个报告就到这里 那我们感谢 谢谢两位 就是 玉安 跟龙华兄 谢谢你们 来 接下来下面的 我们掌声感谢一下 接下来请郭先生 以及马先生 两位贵宾移驾到前面 一同与市长合影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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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讨论提案 第一案提案机关财政局 案有 简程本福尼处分本市大甲区 明山段401-7 401-15 401-16 463-9 及463-10地号等 无比是有非公用土地提案 进行审议以上 这部分财政局有什么说明或其他同仁有什么意见 这个是例行性按照独立法奥述条 送议会来审议准备出售 就说原子上没有问题了 就说以后我们财政局也帮我们可以多把关 前一阵子有一个 就是水 应该说自来水公司了 那个地 我们后来稍微hold住 那个部分 那就是递进其力了 能够从不来利用 有一些可能 可能有一些就是土地开发 涉及到部分我们再多了解一下 好 谢谢下一案 第二案提案机关环境保护局 案有简程定定台中市社区低碳认证办法 草案一份 进行审议以上 来有没有说明 好简单说明 请请要 是 这个是依据台中市发展低碳城市自治条例的第十二条规定 来订定这个办法 因此